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什么鱼 台湾有什么鱼 中国有什么鱼 中国有什么鱼 Europe country有什么鱼 但是如果要讲述一个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一些海产 可能在国际上甚至本地人是不知道的 你如果随便问一个人 问他本地海产讲几个 他最多我告诉你不能讲超过三个名字 所以我们是自律 让马来西亚本地海产 他能够未来真正变成一个地方品牌 我叫王和伦 我是陈氏医夫的创办人 我是武生徒长的赤根庄小孩 我们把小镇海鲜摘配到城市里面的一种服务 所以我们跟渔船渔夫到一些的处理的加工商合作 到后期不由无奈 我们开始进入自己去加工的这一块 所以陈氏医夫的业务的方向 它完全没有变的 它就怎么去让马来西亚海产 能够有一个更简易的方式 让你买得到送到你的家里去 而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觉得它很重要是 没有太多的人很重视说 本地海产它可以怎么样 他就只是觉得说本地海产就 鱼就买来吃 但是我们就更自于 让本地海产有更多的面貌 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可能说在一些的季节 我们会去介绍大家 这个季节有什么特别的海产 你应该吃什么 在这一个季节 可能我们会拿特定的一些的海产 来加工 变成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产品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让更多的顾客去认识 本地海产它的优质 它的多元之处 我们不把卖产品做我们的使命 我们更重视的是 怎么去让更多人懂 更多人可以藏鲜 所以我们爆出更多的是 使命感在做本地海产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行业 抱着的一个想法 怎么去让一个老行业 能够有一个新面貌 而并不是说你想要去取代 某某某某的人 传统行业就是挤压劳力成本 今天我拿那么多货 你能不能给我那么便宜的价钱 然后在市场上就是 卖很便宜的价钱 我们是从来不干这一回事的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是 我们希望能够给 鱼服最好的价格 而我们希望给顾客最好的品质 这件事情 最后这种是焦鱼 焦鱼来讲 它容易看的 如果说里面的这一段骨味 它是血红色的 表示说它的血已经鸣固在它体内了 它已经渗透了 它已经渗透了 那个鱼就是不行 天才知道 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 可能你可以觉得自豪的是因为 你的业务做得有多大 你赚得多有钱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有更不同的一种想法是 我是真的觉得说 如果你能够去改变了一个传统行业 赋予它一个新的面貌 新的方式 那是我们应该觉得 才有办法觉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现在这一刻 当然我们希望说 我们初心不变 我当然是希望未来 不管我们的营业模式 会变成怎么样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改变说 我们是单纯的 想要让马来西亚本地海产 有被珍惜 有被看见的一天